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11月,在首爾俄山醫院 一個出生僅13個月的女嬰期股 因膽頭皮所症接受了肝臟移植手術 當時由於新冠疫情,醫院限制貪望 無法見到女兒的母親 因為偶然打開的手機APP 看到了躺在病床的女兒的樣子 女嬰的媽媽在喜悅中開始錄製畫面 但在聽到後來傳來的聲音後 忍不住就流淚了 一位護理師對待孩子的態度 融化了媽媽一直以來的憂慮 autumn直接就說漂亮 又有 которую呢? 誰? dared? 我們的男生應該Are you ATHER悠傻 title 小孩 你的兒子,爸爸甚麼? 你要是在這裡 父母如果linear based約大姊 爸爸,न媽 Gerry 待って 電可能慢慢ge- Mitsyase 这位护理师给急顾看家人的照片后 不断地对他说 好可爱好漂亮 这位护理师给急顾看家人的照片 这位护理师给急顾看家人的照片 我真的非常多疼 我真的非常多疼 其实我没有想到哪里的风景 我没有想到哪里的风景 我没有想到哪里的风景 我只能在电话上通过来的照片 我只能在电话上通过来的照片 妈妈一直看着影片 直到女儿入睡后 本来也想说 既然APP都打开了 就想要随时看一下女儿的脸 但第二天早上 妈妈还是打电话 告知了APP有打开 请求护理师关掉了 而这期间 一直保管着这个影片的妈妈 因为最近儿科中症监护室的 探望限制解除了 所以就将这个影片上传到网上了 经过肝脏移植手术后 旗鼓恢复了健康 现在她已经可以自由行走奔跑 成长为一个可爱的女孩了 女婴的妈妈心怀感激 就联系了影片中的护理师 但护理师对妈妈说 她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 其他医务人员 也都是这样对待孩子们 我也是一个有生病的孩子的爸爸 在护理师的一句话一句话 让我流下了许多眼泪 我向那位为了孩子的健康 给予美好祝福的护理师 深深的鞠躬表示感谢 在护理师温暖的话语下 宝宝用眼神做出了反应 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一样 默默地为自己的工作 尽力的全国各地的护士们 会一直因缘你们感谢你们 如果真的有天使的话 应该就是这位护理师吧 虽然照顾患者很累 但他说的好漂亮我爱你 都能让我感受到真诚 看这影片 虽然我的心情变得很愉快 但眼泪也流了出来 大多数护理师跟医生们 都会这样做 特别是在儿科方面 希望这样温暖的赞美粒子 能多多分享出去 现在这个时间 也在全世界各国各地 为了患者们 尽力工作的医务人员们 真心的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